明镜与点点栏目 区内的新宿车站是东京市区西侧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东京都厅位于区内,是东京都的都市核心之一 商业娱乐设施齐全,高等院校集中,有许多大型企业总部 来东京玩的宝子们,应该基本都来过这个区吧,很是繁华 今天看的这个屋子,步行至都营大江户县的若松和田站仅需4分钟 步行至都营新宿县的鼠桥站9分钟 步行至赴都兴县和都营大江户县的东兴宿站12分钟 三站三条路线可以利用,交通很棒 这个屋子是一个小loft,一楼和二楼 专有面积为45.63平米 售价为4980万日元,只和人民币262万 房屋建成于2010年,每月的修管费用为22880日元 只和人民币1203元 家附近是大学区,就位于东京女子一科大学的旁边 所以在这上大学或者去东京都心通勤上班都非常的方便 这个地段,这个面积到底值这个价吗 我们带着这些疑问跟着蓬蓬小哥的镜头去看看吧 外里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新的 一楼大厅的油箱挺现代的 进门后,左手边是个细高的鞋柜 再往里走是预留出来的放置冰箱的地方 灌洗室和浴室在移镜门的右手边 即使面积不大也要有浴缸 洗手台的旁边放洗衣机 这个比较常见 小型的厨房比较适合单人或者双人 基础设备齐全 走廊右侧是个卫生间 再往里走是一个和二楼相通的开间 这种格局其实国内也不陌生 一楼一般作为客厅使用 墙上有通风装置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房间虽然小 但是分配也都比较合理 整体也很通透 尤其是和二层打通后 经常被小伙伴吐槽的日式房屋层高终于没有那么低了 一楼带一个阳台 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 感觉好像在半地下的状态 极端情况下 避难板打开是直接可以上去的 再去二楼看看 二楼有一个小走廊直通阳台 另一面是卧室 这种房子 放一个矮床是最方便的 旁边甚至有学习的地方 最里面是个衣帽间 面积挺大的 可以当一个单独的储物房间使用 二楼也有一个小阳台 阳台对面就是一些整体的景观 一楼和二楼都有阳台 一楼的阳台私密性更强一些 好 那今天的小型loft就看完了 地理位置不错 一人或两人住很合适 你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吧